新闻头条带大家来关心八大工业国领袖峰会在明天就要在北爱尔兰召开 虽然全球经济下滑的风险已经降低 但是各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所做的改革还是有一些不足的 也需要进步的推动改革 那么英国政府表示虽然说环境问题还是需要国际来关注 但是经济改革还是要优先考量 八大工业国领袖GA的峰会明天起在北爱尔兰召开 由于过去五年来英国已经度过了两次的经济衰退 使得许多专家与英国民众认为 目前经济问题比环境问题更加重要 2008年英国曾经通过一项法案 要在2050年减少80%的碳排放量 德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使用清洁能源 以减少碳排放 但是英国尚未跟进 而且都还没有明确的在2020年之前的环保计划与目标 我认为政府是忽略的 因为一些问题与其他政策上的政策 因为一些问题与其他政策上的政策 而且很多人在前面上的政策 以及并且更加决定的政策 是深厉害的事情 是否划与其他政策 而我认为他们想让它推动 因为他们不喜欢 在2005年的G8峰会上 美国总统布希曾表示 全球暖化是全地球人类活动的结果 而现在英国的一些官员 也开始持类似观点 并认为对英国而言 经济成长比气候问题更加重要 新常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